大家好啊 现在是6月2号 西班牙时间下午5点钟 17点 再给大家聊聊张兰峰啊 1937年啊 日本军占领华北后 张兰峰以赴啊 就是去龙海路沿线组织抗日游击队 为名 回到家乡折城县 就是豫东啊 河南东部 很快获得折城县各界的信任 于1938年春 被推举为折城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 兼民众抗日自卫军副司令 同年6月3日啊 也就是明天啊 这个日军占领折城县 同时当地的十多股的土匪 也趁机活动 张兰峰知道占领折城县的 日军第十师团的指挥官 击鼓连届啊 击鼓连届就是后来打这个台日庄会战那位啊 是自己当年在陆军 土地比较多 比较有钱的大地主需要保护自己的都有自己的武装 像我爷爷 还有我爷爷的太爷 我爷爷的爷爷 我爷爷的父亲 太爷等等 包括我爷爷的两个姐姐 嫁给的姓刘的姓高的大地主 都是家里边几千亩上万亩的土地 都有自己的看家护院的 都有枪 这个步枪啊 叫快枪 都有快枪 有盒子炮 盒子枪 家里边修个大院子 都有港楼 有炮楼 然后呢 他召集这些人开会啊 大身商和有武装的大地主 称 他说啊 既然无力抵抗日军 人家来的是正规军啊 一个师团 不如同日军联络 会后 张兰丰 会后应该是大家达成的一致了 经过他的说服啊 张兰丰写了一封日文信 他会写 他在日本留学过两次啊 他日文应该不错 写了一封日文信 带了二十头肥牛 是吧 日本人也馋啊 是吧 他也需要有人 给点吃 给点喝 是吧 补充他们 这个后勤补给 是吧 军需物资的不足啊 带二十头肥牛 同日军交涉 是吧 俗话说官都不打送礼的 你甭管是日本人 中国人 你给他送礼 让他吃饱了 是吧 有吃有喝 他就不会跟你在 一般来说 就不会带大开杀戒啊 在同机股连接密谈后 在日本人的支持下 张兰丰 迅速组织了 折成维持会 那会全国各地 只要日本人站的地方 都有维持会 这些出面搞维持会的 后来都被认为是汉奸 实际上 他对维持地面的太平 治安 保护相当多的老百姓 尽量少的被日本人屠杀 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而有些维持会呢 表面上维持着日本人 但是国军来了 八路来了 要点钱 要点粮 要点什么枪啊 要点药品啊 也都尽量的 也都维护着 维持会嘛 谁都维护着啊 都不得罪 别杀老百姓 让老百姓能吃口饱饭就行 然后呢 7月中旬啊 这是6月3号 日本人来了 然后7月中旬 待了一个多月 吃饱了 喝足了 上级的命令也来了 几股连接 帅步离开 折城县 继续前进 应该就奔徐州 方向了啊 奔徐州 奔台市庄了 临行前 招张兰丰 面谈 给他 俩人面谈 面对面的谈 为什么有时候 需要见面呢 是吧 面谈的话 很多这个共识啊 很多分歧啊 他容易达成共识 并且写了一封推荐信 令 张兰丰 赴北平 参与成立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这个 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应该那个首领叫梁洪志吧 张兰丰赶赴了北平 受到日军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叫寺内受医 以及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香岳青司的接见 张兰丰 霍丰啊 给他封了个官 叫玉东招服使 这回不光是折成了 整个玉东 起码20个县吧 大概 他升官了 赴河南商丘 于1938年11月下旬 组建 玉东招服使公署 那这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伪政权了啊 在龙海路沿县 路易 博县 博县啊 现在归安徽 博州啊 曹操的老家 这个 夏邑 商丘 宁陵 衰县 以及其家乡 折成 等地 招募土匪及流民 就是那些所谓的流氓无产者啊 没有土地的人 到处流窜啊 这些人 下岗职工啊 下岗职工 失地农民 共计一万八千多人 被日军编为玉东剿共军啊 剿共 剿灭共产党 不久 日军将张兰丰的玉东剿共军 更名为 和平救国军第一军 和平救国军 那就应该是汪精卫的了 是吧 汪精卫也是挂的青天白日旗 上面有个漂袋 据说有六个字 叫做和平 反共救国 大概是这六个字啊 嗯 并拨给大量的武器弹药 还有卡车 这样他有了武器弹药了 能打仗 有了卡车 他的部队有机动能力了 1940年春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 张兰丰赴上海会见陈公博 陈公博也是大汉奸吧 大概排第三号汪精卫周佛海 然后应该就是陈公博 陈公博也出席过中共一大 据说也是共产党的元老 陈公博很快安排张兰丰赴南京 拜会汪精卫 他为什么先见陈公博呀 一定是他们俩之前有交情 汪精卫当即任命张兰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不久又任命张兰丰为苏宛 苏玉宛 江苏河南安徽 边区绥靖副司令兼和平救国军 第一军司令 张兰丰将部队扩充至9万多人 你看1938年11月下旬开始 他的人马只有18000 到了1940年的春天 这刚一年多一点 他就达到9万多人 他一下的部队 他一下翻了5倍 扩充了5倍的人马 成为河南省人数最多的伪军 并多次配合日军的进攻 这时候他就家大业大 地盘也大 此外张兰丰始终同重庆国民政府若寄若离 也不彻底翻脸 对八路军新四军张兰丰加强封锁控制 但又严令不下 执行 只要中共部队不到我们的地盘来 就要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的方针 你别抢我的地盘 别到我这地盘来活动 我绝不主动打你 就是这个井水不犯河水 他其实过去的军阀轻易不愿意跟别人翻脸 只要我有地盘 我吃香的喝辣的 我的弟兄们有吃有喝的 我也不会跟你翻脸 管你是什么八路啊 新四啊 还是什么国君啊 日本人啊 都不得罪 谁牛我就跟着谁混 就是见风使舵吧 骑墙派 两面派 中国人就为了生存 往往就缺少底线 这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 谁拿出屠刀了 就往往给谁下跪 张兰丰对路过商丘的隶属重庆方面的 中国国民党的官员 国府的啊 国府的官员家属总是热情招待 并派卫兵护送 后来重庆方面派人赴 这个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活动的时候 多换上张兰丰部的伪军服装 出示张兰丰所签署的通行证 进入日本占领区 这都是张兰丰给的呀 是吧 对于在自己部队中 从事地下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张兰丰也不予追查 这个重庆方面也不得罪 延安方面都不得罪 是吧 谁都不得罪 他将来希望谁打赢了 谁占了上风 是吧 谁控制的局面 都不会对我斩尽杀绝 这也算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吧